领头人突然想到 女孩拿走了女友的包 女友的手机就在包里 于是拿出手机拨打女友的电话 果然手机铃声在附近响起 背着猎枪的男人立马拿出枪 朝声音的方向打了过去 等他们走近才发现手机放在地上 女孩却不见踪影 一转头 女友已经被女孩挟持 领头人夺过枪对准了他们 就在双方僵持之时 女友悄悄摸出大腿上的匕首 想要偷袭女孩 谁承想男友完全不顾她的死 直接开枪打了过来 女孩也被榴弹打伤 但凭着惊人的毅力立即起身逃跑 领头人还想补枪 却被女友故意伸手打断 导致枪打偏了 领头人把弃拳撒在女友身上 女孩忍痛躲进一间废弃木屋 快速给自己扎了一针纸痛剂 因为这个要有个副作用 会陷入短暂的昏迷 她必须要在被找到之前醒来 但两人很快找了过来 领头人端着枪一步步靠近 就在女孩要被发现之时 她听到了妹妹的呼唤 女孩猛然惊醒 快速躲过了子弹 随后一脚将领头人踢分 直接撞晕了过去 现在只剩下男人需要对付 男人自认伸手不凡 假装很有风度地放下手里的匕首 跟女孩近身肉搏 可惜她低估了女孩的能力 她或许力气不如男人大 却足够灵活机敏 男人见识不妙又拿起了匕首 却被女孩干脆利落地拧断了胳膊 她惊恐地想要爬走 又被女孩割了喉 等领头人醒来 女孩并没有立即杀死她 而是挑断了她的手脚筋 像他们折磨妹妹那样 慢慢地折磨她 领头人又气又怕地破口大骂 女孩一刀扎进了她的胸膛 终于给妹妹报了仇 但女孩心中没有一丝喜悦 因为妹妹再也回不来了